苹果iPhone 5到台湾开卖还不到一个月 三大电信公司可以说是打铁趁热 那么接着他们推出了iPad mini 还有iPad 4的3G版本 榜约的专案现在这个价格 最低下沙到7000元有涨 只不过各家榜约的优惠 仍然是有很大的差别 透过新闻我们来带您超级比一比 青春大小我手上这台iPad mini 意外台湾又正式开卖了 只不过这一回是3G版本 不用再依靠无线网络讯号 iPad mini同样可以像手机一样随时上网 中华电信远传台湾大三家电信商 在iPhone 5之后同步开卖iPad mini跟iPad 4 榜约价最低下沙6990 如果是你会办一年还是两年的续约 一年吧 不两年也能付好久 同样吸引不少预购人潮 但台湾大月租650块 榜约三年iPad mini 6990元最便宜 远传推出一年榜约专案 月租750块最划算 而中华电信850元尽管费率稍微高一点 但是无线上网热点跟3G基地台则是最多 对于同业的我们是一个尊重 我们确实是数以万计的量 会让客户能够很容易的拿到货 备货满满最快1月10号全台开卖 到时候迷你平板的热潮 恐怕将从一般的通路席卷到三大电信商 多长时间续续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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续